中华文明 第一方面 《易经》的占卜功能始终神神秘秘隐隐约约 那么《易经》的占卜到底有多大的精准性 孔子就是如何评价《易经》的占卜功能了呢 我们怎样才能读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卦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氏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领悟《易经》的智慧 敬请关注《破解占卦》 《易经》的占卜功能从他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神神秘秘隐隐约约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某人说自己会补卦 那么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觉得这个人顿时神秘起来 那么作为至上仙师的孔子 因为喜欢《易经》而围编三绝 却忠告世人 不战而一矣 既然占卜是《易经》的功能之一 孔子又为什么劝我们不战呢 孔子他说不要占卜 这有三个含义 一个是说孔子自己是会占卜的 而且常常占卜 如果以孔子的个性 他不会的事情他不会去反对 但是他会的 他也常占卜 他还告诉人家不要占卜 是在告诉我们 不可以完全相信占卜的结果 不可以 因为一件事情 你请人叫占 他转的时候那个动机老想 你这行这要不要成功 这要不要成功 会不会影响到 一定会影响到 孔子他作假 明明是那个 他抱着 明明是羊 他跟羊因 因为熟悉的人 他从第一遥就知道最后遥 这当中的变化有多少 他都知道 再加上如果他背后有人给他钱 收买他 操控他 那你不是跟人说话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扑出来 大凶 扑出来 不利 你要不要做 你说我不管什么事情要做 那你扑干什么呢 你既然决定要做 你就不要扑 所以我们扑了以后 做参考 我该做的我还是要做 但是我会从这当中 找到 我应该采取哪一种迂回 采取哪一种趋吉避凶 把损害减到最小的那种方式去做 这是占卜的意义 第三个 占卜为什么老被人家当做迷信 就是他就少数人会 多数人一看都觉得很玄妙啊 这样不懂啊 而占卜的人 他又只能告诉你 结果他无法告诉你道理 为什么这样 不知道 挂手这样 这个就是这样 这叫铁口之断 那就糟糕 你就从里面听不出 你要怎么应变的那种方式 听不出来 所以 我们今天 没有违反孔子的主张 并没有鼓励说 样样要去占卜 没有 绝对没有 我们是说 你自己占 你自己解卦 然后你每占一次 你了解一个卦 每占一个字 会有不同的卦出现 透过占卜 来理顺自己的思路 透过占卜 来多多的认识 这些卦的道理 因为 所有事情 在中国社会 四个字讲完了 合理就好 你只要合理 你就去做 原来 孔子会占卜 并且常常占卜 他说 不占而已已的目的 是让我们不要完全相信占卜的结果 那么我们占卜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倒请问各位 我们普卦是干什么的 普卦是找到我现在的定位 已经他把360度的空间 把它分成64个不同的情境 88644卦 它正好 分布在360度的空间里面 可是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处于哪个卦位呢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处于哪个卦位 你就不明白 你现在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你只是感觉这样 那真实是不是这样呢 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 已经整个给你准备好 就是那你找到你的定位吧 你如果很清楚 我现在跟他打官司 那我就去翻义经 义经每一个送卦 我一看就知道 我现在真的处于这种状况 我要怎么用这种智慧 来化解当前的困境 这样子就对的嘛 每一个人都要有方法 来了解自己 因为了解别人很容易 了解自己很难 知人已经够难了 知己那是加倍的不容易 我们看别人的时候都是旁观者信 清清楚楚 你这样你这样 讲得头头是道 可是自己的事情呢 经常是迷迷糊糊 我们叫做什么 当即者迷 当即者为什么会迷呢 因为你真的看不清楚自己 那为什么你看不清楚今天 因为眼睛是向外长的 所以我们现在很聪明 把自己的处境 把它悬挂起来 放在前面 当作一面镜子 这样就叫做挂 把自己的状况 把自己的处境 把自己现在的一切一切 用挂 把它悬挂在你的眼前 你就变成旁观者情 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因应 该怎么样去处理 那对每个人都是很有利的 原来 占卜就是把自己所处的情景悬挂起来 放在面前 当作一面镜子 看镜子里的自己 就像看别人的事一样 可以做到旁观者清 但是已经总共只有64个挂 不同的人占卜 肯定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这种结果 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人 怎么会有精确性呢 算挂转不整 一件事情 十个人来算 算出不同的挂 就表示 每一个算挂的人 他用的工具是一样 他所查的书 是同一本《易经》 里面的字是完全相同 但是沾出来挂就是不同 各位想想看 以前 如果说是好久不下雨了 干旱了 老不幸 穷苦了 大臣就会建议 皇上 你去求雨 如果你是皇帝 当你的大臣说 警告皇上 久旱不与百姓生活很困苦 请皇上 亲自去求雨 你会感觉怎么样 你会感觉很慌张 很惶恐 为什么呢 因为你去求 如果求不到雨怎么办 求不到雨 天下人就知道 你这个皇上品都有问题 那为什么人家来求求得到 你求求求不到 所以为什么要吃灾 要沐浴 要归归局局 什么事情不敢乱想 然后沉沉沉沉沉去求 就是他的整个的生育 就看这一次 那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想 就是我们从《易经》得到的启发 就是说 人的德性可以感动天地 我想这句话信不信 也是个人自己去选择 你会说没有这个事 那我们也没有话讲 同样去求雨 他去求就下大雨 你去求就下小雨 他去求没有雨 那你有什么感觉 这个历史上的传承 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 运气好运气坏 其实都靠你自己的品性 你的品性好 各位常听到一句话叫做 邪不敌政 邪不胜政 只要你心政 那个邪 他清不了你了 他都清不了你了 这个就叫做正气 浩然之气 都从这里来 不然从哪里来 你看一个人要去打仗 还没有打就先想糟糕了 我这一次去可能活不了了 那大部分都是死的 因为你根本那个气就不壮嘛 看到敌人就怕嘛 然后就想逃嘛 那你还打什么 一定是浩然之气 太多的案例了 同样一个医生 同样一副药 这个人吃好了 那个人吃坏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讲 先生财 先生就是指医生的 先生的财干 是很重要的 但是病人负 病人有没有那个负金 更重要 同样的先生 要不要好事 病人在决定 不是先生在决定 当然你找到坏先生 那是糟糕了 自己找麻烦了 你找到好医生 你还告诉自己 我大概做了些什么坏事 我调整一下 这个要吃的才有用 这个跟迷信一点关系都没有 道德是最高的信仰 不是随便说说的 我们今天就是太富了的这块 牢住是客观的东西 其实主客观 它是互动的 它是互动的 所以我们已经除了 名相位以外 他提供我们一个 很好的资讯 叫做建立你自己的品德 原来 占卜还和每个人的品德 修养有很大的关系 怪不得面对同一件事 不同的人占卜 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么神秘的占卜 究竟有哪些基本的概念呢 我们现在从西方学了很多东西回来 其中有一样 叫做游戏 动不动就说我们来玩个什么游戏 实际上 沾占卦也是一种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称 就叫做游1234 推出6789 听起来也蛮有趣的 做起来那就更简单 我们先假设 一个铜板 它有两个面 实际上这是事实 我们假设 一面为正面 一面为反面 随便你假设哪一面是正面 哪一面是反面 都可以 一个铜板 一 正反两面 二 你看一二出来的 现在我们用三个铜板 你看三又出来的 一个铜板是一 有两面是二 现在一起 同时用三个铜板 就得到三 这三个铜板 你把它同时 转动起来 你转动起来以后 如果是正面的 就是三 如果是反面的 就是二 那各位想想看 这三个铜板 它加起来的总数是多少 一共只有四种变化 可见四又出来的 三个都是正面的 就是三加三加三 等于九 两个是正面 一个是反面的 就是三加三加二 等于八 一个是正面的 两个是反面的 就是三加二加二 等于七 三个一看 通通是反面的 就是二加二加二 等于六 你看六七八九 就出来了 我们是透过 一二三四 来推出 六七八九 有一个铜板 一 每个铜板有两面 二 三个铜板一起转 三 然后就转出四种结果 那四种不同结果 是什么数呢 就是六七八九 那我们呢 就把六叫做老鹰 把七叫做少羊 把八叫做少羊 把九叫做老羊 在义经里面呢 它阴阳也有老少 的分别 就是这个羊 它由少羊 慢慢长大 到了老羊 它才能变阴 因为羊要急 才能变阴 那刚出来的阴 叫做少羊 少羊在成熟以后 变老鹰 老鹰再一变 它就变少羊 阴即成羊 羊即生羊 阴阳是会变化的 这个你从一天的过程 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早上太阳刚出来的 我们叫它粗羊 粗羊其实就是少羊 到了中午 那个太阳真的很烈 就叫老羊 到了下午黄昏 它就慢慢减弱了 地下也慢慢 凉快起来 那就叫少羊 到了半夜 要盖被子 因为很冷了 那就叫做老鹰 天亮 幼调少羊 中午老羊 黄昏 少阴 半夜 老鹰 这是一个循环 那我们现在用数字来代表 半夜是什么 六 半夜就是六 清晨是七 中午是九 黄昏是八 你会发现它不是按照六七八九 而是按照六七 可是下面是九跟八 因为白天它毕竟是羊 七跟九是羊 羊从少羊到老羊 是从七到九 而鹰 很奇怪 它是从八到六 因为鹰它是收缩的 八比六 要宽松 从八慢慢收到六 从七慢慢放大到九 所以我们通俗讲一句话 叫做七上八下 就从这里来 为什么六跟九 来代表阴跟阳 而我们不说七跟八 这什么道理 这个在义经里面 其实也是很清楚的 阳九 阴六 是义经 很固定的一个代号 凡是出现阳阳阳的 我们都称它为九 凡是出现阴阳的 我们都叫它为六 因为你去看坤卦怎么画 我们讲八卦 里面有一个坤卦 就是三条断掉的中断的线 三条每条断成两端 一共加起来就是六段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 一算六 这是一种说法 你把基本卦里面 那个地 那个坤 就是代表阴 三摇都是阴 你把它加总数加起来六 所以阴 用六来代表 那大家会问 那三条线加起来是六 没错 那阳也是三条 三条才叫阳 那阳应该用三 怎么用九呢 我们都知道 阳统阴 你说到天的时候 你绝不能忘记地 因为只有天没有地 这个天是没有作用的 所以阳不能离开阴 因此阳三化 下面再加上一个阴 看不见了 六化 三加六就是九 阳统阴 所以叫做九 另外一种说法 你跟我们人的手指头伸出来 一共有五个 一二三四五 很清楚 那超过五怎么办呢 超过五只要把另外一个手指头来凑数 六七八九十 所以这个叫做伸数 这个叫做乘数 就是凑合起来 乘了六这个数 乘了七这个数 所以这个叫乘数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在以前人的写法 是分不太开的 因为以前人一就画一条一 二就画两条一 三就三条一 四就四条一 那只有五啊 稍微有点变化 这样一来啊 你要分一二三四五 很难分 所以我们就用这边 六七八九来分 那六七八九四个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六跟八是偶数 偶数就是阴 七跟九是基数 基数就是阳 六跟八 打哪个大 如果从阴的特性来讲 阴是收缩的 阳是扩张的 阴是收缩的 阴八比六小 六比八大 阳七比九小 九比七大 是因为他们的性能不一样 各位从现在开始 一定要了解 郁君他是看 此时此地这种性质 他应该有什么表现 而不是说 大家一个样 凡是扩张的就是好 凡是收缩的不好 不是那个样子 你该收缩的时候 你一定要收缩 该扩张的时候 你一定要扩张 才叫做时和 才叫做事宜 才叫做应变的宜 树他是随时空而变化 他是不一定的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树是活的 现在我们把它变成数学 就变死了 所以数学家曾经是雄心妄脏 想要用几个简单的公司 就可以把世界上一切一切都拉进去 做不到 做不到就因为他是太僵化了 他没有弹性 而宇宙所有的事情他是有弹性的 你看树有没有拿两颗完全一样的 没有 狗有没有拿两只狗完全一样的 没有 找不到 他只能很近视 只能差不多 只能大致如此 要百分之百一样 不可能 少阳少阴 老阳老阴 这些平时极其生疏神秘的词汇 在曾世强教授的讲述中 竟是如此的简单明了 仅仅用了六七八九四个数字 就清晰的代表了 那么每一个卦究竟有几个六七八九构成呢 我们对这些六七八九的称谓 又反映了已经对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影响呢 我们用时 位 时就是时间 位就是空间 还有性质 就是这个阴跟阳的不同的性质 这三样东西 来代表 每一个谣 所以 大家可以 随便拿一个 挂来 你可以看到里面 有初九 或者初六 有六二 或者九二 有六三 或者九三 六四 或九四 三六 或者三九 因为这些数字 你搞不清楚 你为它是干什么 好像很神秘 其实没有 你比如说太挂 太挂的标法 就是初九 就是初九 因为它第一摇是阳 然后九二第二摇也是阳 九三第三摇还是阳 由下而上 这样就成为一个下挂 然后接下来就是上挂 先说下挂 然后才来说上挂 由下而上 这是易经不变的一个规律 在晚上看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六四 因为它是阴摇 六五还是阴摇 三六又是个阴摇 当然我们读易经 一翻开来就是乾坤两挂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一起来 把乾挂也标示一下 把坤挂也标示一下 你了解这个以后 你要进入易经 就非常容易 你看乾挂 它一定从初九开始 初九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三九 因为它从底下往上 每一摇都是阳摇 都是基数 都是连续的 不中断的一条直线 初九 初代表十 九代表阳摇 九二 九代表阳摇 二代表 它的次序 它的位置 它所占的空间 那大家一定会问 为什么初九 就把初摆在前面 为什么不叫九初呢 那九二 又把九摆在前面 为什么不叫二九呢 我想这个各位是很容易了解的 任何事情刚开始的时候 死比较重要 空间比较不重要 所以你看一个小孩生下来的话 我们二话不说 赶快记 它是几点几分出生的 那个生成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一个人死的 有没有人说 赶快记下来 几点几分死的 人家就觉得 你这个人 太没有感情了 这时候你管他几点几分 死的一个人比较重要 几点几分算什么 为什么生的时候我们很重视死 为什么死的时候我们不重视死 因为死的时候我们比较重视 这个人这一辈子的成就是什么 他的低位是什么 死了一个好人 这个坏人终于死了 这才是我们的感觉 至于他什么时候几点几分 死了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个商店要开张也是一样 开张要算日子 要选好日子 要放鞭炮 要图个吉利 那公私倒闭要不要这样 公私倒闭也请人算个日子 那不是神经病吗 你从今时可以知道 我们受意见的影响 施展是太大 因为它非常有道理 任何事情刚开始的时候 死很重要 你占有多大的空间 无所谓 你只要立罪之地 你慢慢地去扩展 你才是很稳当的经营 这个将来我们讲到尊卦的时候 第三卦的时候 我们会讲得非常清楚 七和九代表阳 六和八代表阴 以经的每个卦 由六个不同性质的窑组成 这些以经的基本概念 我们都已经了解了 那么怎样才能补到相应的卦呢 我们现在拿三个铜板 我们每转一次 每转一次 可以得到一个数字 不是六 就是七 就是八 就是九 这一次赚 这一次赚出来的数字 就得到一个窑 这个窑可能是阴 也可能是阳 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是六或者八 那就是阴 如果是七或者九 那就是阳 然后我们由下而上 把它记载下来 我们现在打一个比喻 说我转了六次 它的数字 从第一次到第六次 是什么 是九七九八八六 可以吧 当然可以的 那我们就九画一个阳 七画一个阳 九再画一个阳 然后八画一个阴阳 八再画一个阴阳 最后六还画一个阴阳 各位一看 这就是《易经》的第十一卦 叫做太卦 这卦就出来 你转个六次 每次一窑 积窑成卦 由下而上 把六个窑 把它看成一个整体 就叫卦 那个卦 你到《易经》里面去查 它有这个像 它有编号 就是按照次序 第十一卦就是太卦 那如果 我三个同盘 赚出来的结果 是八六六九七七 这也有可能 因为每次 扑出来的 每次赚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 那你就开始去画 八六六三个都是阴阳 九七七三个都是阳阳 跟刚才那个卦 刚好上下 是颠倒过来的 一个在上面 一个在下面 这个卦是《易经》的十二卦 叫做皮 这样你随时可以 谱出一个卦来 曾世强教授并不主张我们会背诵六十四卦 因为《易经》作为一部人生的宝典 就像新华字典一样 是用来背查的 否则背错了 岂不更加麻烦 了解了补卦的基本技巧 我们每次补到一个卦 就去查找相应的卦词和谣词 去解决心中的疑惑 其进行其中的人生道理 这才是《易经》 给我们的真正智慧 我们有了这些基础以后 我们就开始 要来一卦一卦地分析 它到底在讲什么道理 一般人都认为说 钱卦是《易经》的第一卦 其实我们比较喜欢 把钱卦跟坤卦合在一起看 因为天不能离开地 地不能离开天 那你总有一个秩序 你不能一 然后分钱坤 看得人更糊涂 所以把钱把这第一卦 把坤把这第二卦 并没有说 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的意思 没有 都重要 所以我们下一个单元 要从钱坤并列开始 有天有地 然后人才会活得好 几千年以前 我们的先人 用智慧创造了天地之学《易经》 天地是宇宙的基础 而易经中的钱坤两卦 也是开天霹雳的两扇大门 那么在《易经》之中 究竟有着怎样玄妙的 乾坤之学 借助乾坤两卦 我们又能洞悉 怎样的人生之道呢 感悟《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 乾坤一之门 《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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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华文化的群青知识 一方面从哲学的角度 指导着中华文明 几千年的发展 另一方面 《易经》的占卜功能 始终神神秘秘 隐隐约约 那么《易经》的占卜 到底有多大的精准性 孔子 又是如何评价 《易经》的占卜功能了呢 我们怎样才能赌到 属于自己的那一卦呢 台湾师范大学 曾氏强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领悟 《易经》的智慧 敬请关注 破解战卦 《易经》的占卜功能 从他诞生的那一天起 就神神秘秘 隐隐约约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 遇到某人说 自己会补卦 那么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觉得 这个人顿时神秘起来 那么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 因为喜欢易经 而围编三绝 却忠告世人 不战而一矣 既然占卜是易经的功能之一 孔子又为什么劝我们不战呢 孔子他说不要占卜 这有三个含义 一个是说 孔子自己是会占卜的 而且常常占卜 如果以孔子的个性 他不会的事情 他不会去反对 但是他会的 他也常占卜 他还告诉人家不要占卜 是在告诉我们 不可以完全相信占卜的结果 不可以 因为一件事情 你请人家占 他转的时候 如果那个动机老想 你这行最要不要成功 最要不要成功 会不会影响到 一定会影响到 孔子他作假 明明是那个 他抱怨 明明是羊 他跟羊阴 因为熟悉的人 他从第一遥就知道 最后遥 这当中的变化有多少 他都知道 再加上如果他背后 有人给他钱 收买他 操控他 那你不是更受害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扑出来 大凶 扑出来 不利 你要不要做 你说我不管任何事情要做 那你扑干什么 你既然决定要做 你就不要扑 所以我们扑了以后 做参考 我该做的我还要做 但是我会从这当中 找到 我应该采取哪种迂回 采取哪种趋吉避凶 把损害减到最小 的那种方式去做 这是占卜的意义 第三个 占卜为什么老被人家当作迷信 就是他就少数人会 多数人一看都觉得很玄妙啊 这样不懂啊 而占卜的人 他又只能告诉你 结果 他无法告诉你道理 为什么这样 不知道 卦说这样 这个就是这样 这叫铁口之断 那就糟糕 你就从里面听不出 你要怎么应变的那种方式 听不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违反孔子的主张 并没有鼓励说样样要去占卜 没有 绝对没有 我们只是说你自己占 你自己解卦 然后你每占一次 你了解一个卦 每占一个字 会有不同的卦出现 透过占卜 来理顺自己的思路 透过占卜 来多多的认识 这些卦的道理 因为所有事情 在中国社会 四个字讲完了 合理就好 你只要合理 你就去做 原来 孔子会占卜 并且常常占卜 他说 不占而已已的目的 是让我们不要完全相信占卜的结果 那么我们占卜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呢 我倒请问各位 我们普卦是干什么的 普卦是找到我现在的定位 一经他把三百六十度的空间 把它分成六十四个不同的情境 八八六四四卦 他正好分布在三百六十度的空间里面 可是我怎么知道我现在处于哪个卦位呢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处于哪个卦位 你就不明白你现在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你只是感觉这样 那真实是不是这样呢 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 一经整个给你准备好 就是那你找到你的定位吧 你都很清楚 我现在跟他打官司 那我就去翻义经 义经每一个送卦 我一看就知道 我现在真的处于这种状况 我要怎么用这种智慧 来化解当前的困境 这样就对了 每一个人都要有方法来了解自己 因为了解别人很容易 了解自己很难 知人已经够难了 知己那是加倍的不容易 我们看别人的时候都是旁观者信 清清楚楚 你这样你这样 讲得头头是刀 可是自己的事情 经常是迷迷糊糊 我们叫做什么 当即者迷 当即者为什么会迷呢 因为你真的看不清楚自己 那为什么你看不清楚自己呢 因为眼睛是向外长的 所以我们现在很聪明 把自己的处境 把它悬挂起来 放在前面 当作一面镜子 这样就叫做挂 把自己的状况 把自己的处境 把自己现在的一切一切 用挂 把它悬挂在你的眼前 你就变成旁观者情 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因应 该怎么样去处理 那对每个人都是很有利的 原来 占卜就是把自己所处的情景悬挂起来 放在面前 当作一面镜子 看镜子里的自己 就像看别人的事一样 可以做到旁观者清 但是已经总共只有64个挂 不同的人占卜 肯定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这种结果 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人 怎么会有精确性呢 算挂转不准 一件事情 十个人来算 算出不同的挂 就表示 每一个算挂的人 他用的工具是一样 他所查的书 是同一本《易经》 里面的字是完全相同 但是沾出来挂 就是不同 各位想想看 以前 如果说是好久不下雨了 干旱了 老不幸 穷苦了 大臣就会建议 皇上 你去求疑 如果你是皇帝 当你的大臣说 警告皇上 酒汉不与百姓生活很困苦 请皇上 亲自去求疑 你会感觉怎么样 你会感觉很慌张 很惶恐 为什么呢 因为你去求 如果求不到疑 怎么办 求不到疑 天下人就知道 你这个皇上品德有问题 那为什么人家来求求得到 你求求求不到 所以为什么要吃灾 要沐浴 要归国局局 什么事情不敢乱想 然后沉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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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的整个的生育 就看这一次 那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想 就是我们从《易经》得到的启发 就是说 人的德性可以感动天地 我想这句话信不信也是个人自己去选择 你会说没有这个事 那我们也没有话讲 同样去求疑 他去求就下大疑 你去求就下小疑 他去求没有疑 那你有什么感觉 这个历史上的传承 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 运气好运气坏 其实都靠你自己的品性 你的品性好 各位常听到一句话叫做 邪不敌政 邪不胜政 只要你心政 那个邪 他亲不了你 他都亲不了你 这个就叫做正气 浩然之气 都从这里来 不然从哪里来 你看一个人要去打战 还没有打就先想 糟糕了 我这一次去可能活不了了 那大部分人都是死的 因为你根本那个气就不壮 看到敌人就怕 然后就想逃 那你要打什么 一定是浩然之气 太多的案例了 同样一个医生 同样一副药 这个人吃好了 那个人吃坏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讲 先生财 先生就是指医生的 先生的财干 是很重要的 但是病人腹 病人有没有那个腹气 更重要 同样的先生 要不要好事 病人在决定 不是先生在决定 当然你找到坏先生 那是糟糕了 自己找麻烦了 你找到好医生 你还告诉自己 我大概做到些什么坏事 我调整一下 这个要吃的才有用 这个跟迷信一点关系的 道德是最高的信仰 不是随便说说的 我们今天就是 太富了的这块 老住是客观的东西 其实主客观 它是互动的 它是互动的 所以我们已经 除了名相位以外 它提供我们一个 很好的资讯 叫做建立你自己的品德 原来占卜还和 每个人的品德修养 有很大的关系 怪不得面对同一件事 不同的人占卜 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么神秘的占卜 究竟有哪些 基本的概念呢 我们现在从西方 学了很多东西回来 其中有一样 叫做游戏 动不动就是说 我们来玩个什么游戏 实际上 粘卦也是一种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称 就叫做游1234 推出6789 听起来也蛮有趣的 做起来那就更简单了 我们先假设 一个铜板 它有两个面 实际上这是事实的 我们假设 一面为正面 一面为反面 随便你假设哪一面是正面 哪一面是反面 都可以 一个铜板 一 正反两面 二 你看一二出来了 现在呢 我们用三个铜板 你看三又出来的 一个铜板是一 有两面是二 现在一起 同时用三个铜板 就得到三 这三个铜板 你把它同时转动起来 你转动起来以后 如果是正面的 就是三 如果是反面的 就是二 那各位想想看 这三个铜板 它加起来的总数是多少 一共只有四种变化 可见四又出来的 三个都是正面的 就是三加三加三 等于九